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段时间也是3v3时间 这可能满足了很多3v3暗号者的欲望 这个词还用的可以吧 那个今天终于也是给大家再出一轮身份 敌人称视角的灵包军真片 这个的话可能是前几天打的 但是因为一直在做3v3 所以说出的比较慢 我们来看一下吧 具体也忘了是什么情况了 那个主攻选择了曹操 我在2号为忠诚 这个肯定会选择元数了 首先元数这个过牌比较多 会很好的去帮助曹操写优异 这样的话方便我们进行比较大规模的爆发 其次的话元数在曹操主攻局 有护架这个功能 这很好的弥补了 那个元数的唯一的一个缺点 那就是每次七牌比较多 导致防御性非常薄弱 这样的话有护架能很好的利用自己忠诚为将 或者是那个曹操主攻来帮助你出闪 果然是我在第一轮拿牌就已经过到两个优异 而且虽然是灵包 大家可以看到我选将时候有草皮质的灵包 但是这次将面还是比较素的 没有什么新的呢 孟霍啊 助容这些防AOE的武将 如果有他的话 对于防AOE就考虑的比较多了 对吧 那个但是 有呃 但是那个没有他们的话 正好可以很好的去方便弄 就不用考虑那么啊技能啊 包括什么孟霍 他那个AOE是由他来这作为伤害员的 这样的话就想的东西比较多了 所以说没有他们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福音 这边的话我直接是放南蛮 那个卧龙直接是出无限 而且这边的话 玄域直接洁密 没有选择洁密 就是说大家手牌都是满的 但是选择了洁密孙上香 虽然说这个是孙上香满手牌 这个洁密是挑一个身份吧 有可能是定一个偏反 就是说我是一个反贼 没有洁密草草 希望后面的反贼 不要乌龙输出他 其次的话也有可能 玄域是一个忠臣 因为我是一个中对吧 我动完了 那个很可能就是场面上其他人 就是我动完以后 他如果是忠臣的话 场面上其他人都是反贼 如果这个时候跳一个 明中的身份 有可能直接在打死了 因为巡域属于一个比较嘲讽的英雄 大家都优先 很喜欢在 大家手牌比较丰盛的时候 秒他 秒掉他就会产生很多爆发 就是降低很多爆发性 这边的话 二哥也是 被我两个AOE直接要可能压到一血了 这个对于他来说还是蛮危险的 但是他刚才跳了一个反贼 那就是 当然我们可以考虑 这边的话我也说了 不一定是 但是因为这边压到一血 就看后走的人愿不愿意杀他 我这边是不会杀他的 因为他的身份的确没有定 而且万一如果是个忠臣 对于我们的伤害是蛮大的 但是如果不是忠臣 他一血的话 在后期也是比较好控制的 尤其是曹操那边还有两AOE 那个一会儿曹操动的话 他也是容易被打死 群如果群跳反的 就是跳一个真正异常吧 虽然刚才他解密了一下 孙上香 这个不管 那个 我看一下诸葛亮这边是 无懈了一下 那个曹操防止曹操吸这张AOE 怕一会儿AOE比较多 直接秒人 刚才我觉得 这个 群玉并不是真正异常能定身份的动作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火攻他 我直接火攻了一下 跳明反的 因为他无懈那个曹操防止他吸毛 那我就直接是跳明反的 卧龙 这边也是防止对方火攻 防止对方九杀 所以我留了一张闪 对自己进行一个保护 当然我也有护架 这张闪肯定是要留的 对吧 不可能空手牌过 万一人家什么 那个固定刀什么的 搞我 这多麻烦 这边也是看一下吕蒙的动作 那个 吕蒙也是直接跳反 把我最后一张牌顺走了 也是方便其他人 这个还好 就是说我们唯一在操主攻局 那就是因为有护架 你把我送走了 我并不是像平常那么担心了 因为的确说是作为元素 留的手牌比较少 就很怕在自己爆发完以后 一波就被别人带走 因为军针这个场 这个输出比较大 而且有铁锁的时候 你空手牌空血 对自己团队也伤害比较大 被铁锁了 完了大家打你 去传导这个伤害 对别人的压制也比较大 所以说在主攻局是曹操最好 就是元素是最好 能发挥出自己特点的 在刘备和那个孙权 都是比较被动的 因为一救援发动比较难 二激将的话 更偏向于进攻 这边的话 孙上香也是直接跳反的 吕蒙孙上香都跳反 这个卧龙也是跳反的 后头三个可能是有一中一内 因为我们是忠臣 那这样看来的话 那个巡域还是可能成为一个忠臣 当然也有可能四连反 这样四连反的话 这边都是三学武将 那个吕蒙又是囤排的人 那巡域的作用就降低的太多了 那对我们来是好事 这边虽然吕蒙直接跳了反 但是那个 孙上香还是在这个位置 强开了一个五股 一是找装备 二也是帮助后置为两个挑反的人 直接是拿一些好牌 这个也是比较理解的 虽然说是并不是最完美意义上的五股 但是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时候巡域也是虚了拿一张闪 我们看一下后面 后面这边应该是两个过拆 这边可能给我让我来一张闪 这个曹涛有可能是选择宝 这个时候赵云这个动作 绝对是在挑反贼了 那这样的话巡域的身份更不一定 因为这个时候你赵云竟然控闪 那明显是想往死里搞我 对吧 所以说这个赵云的动作 是一个反贼的动作 那我们一会看一下 真正意义上定一下巡域的身份 这个五股拿牌 也是成功的去帮助赵云 挑了一个身份吧 起码我是这么考虑的 这边孙上香砍我 我是喊一下护架 当然这有可能说是曹涛 闪比较少都不愿意出 但是我喊的先看一下情况吧 对吧 你曹涛如果闪多 反正你的牌比血线靠好多 你也是帮你轻轻手牌 不要去弃牌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 应该去留的防九杀的话 你再而然不会出 所以说我这个喊 也是看一下情况 帮我保保血线 不保的话我也理解的 这边的话 因为刚才开五股 这个是肯定有无蟹的 那个孙上香帮他打无蟹了 那个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让 那个沃龙自己出无蟹吧 他的无蟹比较多 而且三血 手牌不一定能保得住 那个你可以留下无蟹 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应该考虑一下 果然是 那个沃龙是要起牌了 所以说这个的话 我觉得而且是起的 黑黑黑色的牌 所以说我就觉得 你看他应该 是不是应该给我 我 我